好 他不是很會開 大馬路上兩台車都在行警中 竟然直接併排 駕駛高分被互嗆 狂飆脹化 不要這樣子啦 不要這樣子啦 你先挺嘛 兩個人越吵越兇 從平面道路開到橋上 過程大約持續30秒 乘客嚇壞 苦苦哀求不要這樣 不要開計較 你拼 最后把画面PO网 说开开心心跟大学同学租车 从台南上来台中玩 半路遇到B车怎么办 但记者求证当事人说只是朋友之间 问路问道用吼的才会闹着玩拍片记录 就是会直接危害到其他人 或者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很危险啊然后也不很不好的试问 如果说有骂髒话来更不好啦 地点在台中市西臀路三段 虽然不是真的行车纠纷 但警方说危险驾驶已经触犯道交条例 最高可处1800元罚款 另外在国道3号竹山交流道有乡行车翻覆 救护车到场却没发现驾驶乘客 反对时才发现400公尺外 24岁卢姓驾驶拦车求救 说自己帮朋友代驾 吃了安眠药不小心翻车 结果国道警方一查 才知道原来他不仅没有驾照 肇事车辆还是偷来的被逮捕归案 记者终于小红项目的云捷 南达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